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QNET 直播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新的短机箱的机种 TS-855EU系列 那它是搭载Intel ATEM 这颗八核心的CPU 然后内建有8GB的记忆体以及双2.5GB的网路 那再来它支援双M.2 NVMSC 还有两个PCIe Gen 3的扩充槽 然后可以扩充25GB的网路 好,那我们接着就进入我们的产品页 那首先呢,这台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它是搭载Intel 8核心2.8GHz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的Intel ATEM C5125的8核心处理器 来提供NAS我们强劲的一个效能 那再来它支援两个M.2 PCIe SSD的扩充槽 让我们的SSD还有HD的储存空间 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配置 那再来它是最高可以支援到64G的一个记忆体 那我们预装的是8GB电脑1CC的记忆体 然后它有两个Sodium的插槽 那让我们可以支援两个32GB的记忆体 那它同时也可以支援1CC的一个侦措功能 那再来是它是搭配两个2.5GB的高速网路铺 然后还有两个PCIe Gen 3 x Flow的一个扩充槽 那可以去支援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扩充卡 像是10GB 25GB的一个网路卡 还有M.2 SSD的扩充卡 还有Fiber Channel的扩充卡 那再来它是短机箱的一个 短机箱的设置之外 它同时还有电源备份的一个设计 像是我们TS-85EURP这个SKU 它支援电源的备份 那当其中一个电源失效的时候 人可以继续供电让我们的一个存储不中断 那再来它内建的Intel QAT 还有网卡SRIOV的一个硬体加速的功能 那在SRIOV的部分 它是可以安装SRIOV的一个PCI网卡 来将实体网卡的频宽资源 直接分配给虚拟机来去减少网路频宽的耗损 来进而提升网路一个效能 让它可以更加稳定 那再来是支援Intel QAT的硬体加速 那QAT就是Intel的QuickAssist硬体加速的一个引擎 那可以支援硬体资料的一个压缩 还有解压缩 来大幅提升SSL和IPsec的一个 加减面流传输运算效能 那在TS-85EU它出货是搭载QTS的一个作业系统 它拥有强悍的一个资料层数效能 以及更精简的记忆体的使用效率 那同时我们可以依需求去更改为QTS-HERO的作业系统 来去提供独特的一个资料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特性 那下面这张列表就列出了QTS以及QTS的主要差异 那QTS-HERO的作业系统呢 它是保留了QTS原有的App Center的一个应用生态 那同时也更进阶整合了强大128位元的一个ZFS的一个档案系统 来去集结灵活的容量管理 还有资料的一个保护机制 以及最佳化的一个效能的一些优势 那在资料的一个资料的重复删除或是压缩还有压实 那大档变小档 那可以让我们的传输更快速 那在TS-85一支系列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 紧凑精巧的一个轻量的一个超短的机身 那相较于市面上一般2U的一个机架型NAS4G少见的 那它还可以异于在机架的一个机架的一个款式上面设计 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深度还有体积是较一般市面上2U的一个NAS4G少了47% 那这意味着除了相容于绝大部分市面上的机柜之外 那后方的空间也可以更容易的去理线还有架设 甚至是搬运 那更加大的一个散热的空间 让主机的温度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范围 那更适合中小企业去选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硬体的部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看到我们TS-85一的一个前示图 那从机身的右方把手我们看到有着状态 网路还有扩通设备的指示灯 那在左边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是有8个3.5 还有2.5寸的一个SATA HDD或是SSD的一个硬碟插槽 那再来是右边跟左边都有一个散热的一个进气孔 好 那接下来就是后视图的部分 对那可以看到从左支右分别是两个PCI Gen3 by 4的扩充槽 那再来是有两个2.5GB的网路接口 以及四个USB 3.2 Gen1 Type-E 那最右边则是有双电源300瓦或是单电源250瓦的两种选择 就是TS-85一U RP或是TS-85一U 8G这样子两个SKU 那在记忆体的部分 它是内建Intel Atom这个处理器 那它同时也支援可靠EC系的记忆体 可以自动侦测以及即时修正单一锐纹的一个错误 那系统更支援高达64G的一个记忆体 那TS-85一U系列在出货的时候是预装8GB的挡ECC的记忆体 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ECC记忆体 还有挡ECC记忆体是不可以混用的 好那在网路的部分呢 它是预载两个2.5GB的网路 那可以立想高频宽的效能 那更可以选购扩充25G的一个扩充卡 来去提高传输的一个速度 那在左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2.5G的一个 Windows 档案拖到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传下载都有高达 将近600MBps的一个速度 那装上25G的网卡之后呢 在写入跟读取的部分 在写入的部分是可以达到2000MBps 那在读取的部分则是可以达到3484MBps的一个效能 那这网卡就是我们QXG 25G 2SF CX6 就两破25G SFV28的一个网卡 那再来相较我们前一代的一个短机箱的一个机种 TS-873AEU 那在8.5EU部分也是有一些效能上的提升 还有硬体上面的一个提升 那在处理器的部分呢 在873AEU是搭载的AMD这颗四核心的CPU 那在我们8.5EU是搭载Intel Atom C565 这个八核心的一个CPU 那在频率的部分则是有高达2.8GHz 那可以带来更高的一个处理的效能 那记忆体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是预装8GB收定的每个记忆体 那它是9ECC的 那最大可以支援到64G 那也可以支援1CC的一个增错功能的一个记忆体 那再来网路铺的部分都是两个2.5G 那PCI的话 它是有两个PCI Gen3 by 4的一个扩充槽 那可以支援更多一个扩充卡 那M.2则是两个PCI Gen3 by 4 那USB的部分则是四个USB 3.2 Gen1 Type-A 那在尺寸的部分呢 它是短机箱的一个设计 那在深度部分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它是比市面上2U的一个NAS都还要缩短了将近50% 也就是47% 那电源供应器在单电源的 那单电源的SQ的话是250W 那双电源的部分则是300W 好 那接下来就进行我们的一个Live Demo的部分 好 那我这边会示范怎么装我们的扩充卡到我们的TS-85EU上 那首先呢 这台就是我们的TS-85EU 那我们看到 看到它是一个轻巧型的短机箱的设计 对那在我们桌上就可以 呃 非常非常容易的去摆放这样 那在安装扩充卡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先 先呃 将几颗螺丝取下来 那在上面部分呢 这边有三个螺丝需要取下来 那以及呢 两侧这边也有 左右两侧都有这两个螺丝需要取 那在后面部分呢 这边也有两颗要取下来 那这样那为了加速我们的呃 的一个Demo 我们这边已经是先把螺丝取出来了 那取出来之后 我们就将我们的盖子往后滑 那我们就可以将我们上盖取出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一个呃 扩充卡的一个模组 也将把他也要将他拿下来 那这边有几颗螺丝要把它取出 那分别是这边两颗 那后面这边有三颗 好那这样螺丝都松开之后呢 就可以取出我们扩充卡模组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扩充卡模组 对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网卡 那我这边已经预先把我们的一个 呃 档板已经先拿下来了 那接下来就将我们的一个网卡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再将呃 我们档板上面的螺丝去做固定 好 都固定完之后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一个 呃 扩充卡模组装回去 然后接着呢 再将我们刚刚 呃那些螺丝去把它 拴上 然后拴上之后呢 最后再将我们的 呃 上盖 它 嗯 装回去 那同样的 也是要将我们刚刚上面的 呃三颗螺丝以及 呃后面跟左右两侧的一个 螺丝都把它 呃拴紧 那这边就是我们扩充卡安装的一个demo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呃 产品简报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是看到我们呃 软体的部分 好 那首先呢在呃 呃TS-851系系列的都是可以呃 只有我们最新的作为系统 QTS-510 它可以带来是性能的加成 还有更灵活的管理 还有安全性的一个提升 那在呃QTS-510呢 它是可以完整支援呃 S&B的一个 Multi-Channel 来去提升呃 传输的性能还有领错能力 好 那呃 这边要提的就是 S&B的一个多种通道 就是S&B的Multi-Channel 它可以集结多个网路Port 来去加大可用的频宽 还有整体的传输性能 那特别适用于呃 大型的文件呢 或是多媒体影音传输这样子的应用 好 那呃 S&B Multi-Channel呢 呃 它就是S&B3的一个用户端 会在S&B Session 里面去建立 而自动建立起多条的一个 S&B Server 的一个连线 然后去基于多条的连线 来达到一个聚合频宽 还有网路的一个容错的一个 传输的一个效能 那 即便一条或是多条的一个 呃 连线发生故障的时候 那使会通过剩余的一个 呃 连接的数量来去 维持文件的一个传输 来去减低 呃 中断的风险 那当呃 网路恢复的时候 也会立即加回总频宽 然后去带来更快 然后也是有容错功能的一个传输 传输的一个应用 好 那再来 呃 TS-85EU系列 它是搭载的 Intel 8核心的处理器 那8核心 2.8GHz 这样子的一个高效能处理器 也是适合 虚拟机还有多工的处理 那也可以通过多种虚拟 评料的 储存还是资料的备份 都可以有更灵活的一个配置 那更可以再轻松 呃满足不断 呃增长的一个资料量 那后面呃 也会针对呃 监控还有备份的软体来做说明 好那首先讲到NAS 那当然需要讲 提的是我们的一个 档案管理 那File Station 是QTS的一个档案管理工具 那QNAS使用者 只要透过呃 我们网页浏览器 就能将File Station 能够方便的 同时也是直觉的去 储存NAS上 共用的资料夹的档案 那File Station 可都是最常用的一个 呃应用程式之一 它具备强大 而且完善的功能 那不仅提供 我们NAS有档案管理 那像是 连云端服务上的档案 也可以是 轻松的去一网打进去 就存取 那更可以透过简易直觉的操作 从电脑等装置 就是快速上传档案 那也可以在不同资料夹之间 拖放档案删除档案 那也可以设定档案的 而档案还有资料的一个权限 来去保护重量的 呃资料不受 呃思议的一个窥探 那再也可以使用QFile的一个行动APP 来去一手掌握我们的档案 那当我们忍不在NAS旁边 又急需要存取 NAS中的一个档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QFile的一个行动APP 让我们NAS随时保持连线 那再来作为资料储存管理NAS 如果是多人的多设备在使用的话呢 我们也有QSync 来去支援跨装置的一个团队协作的工具 可以轻松将 档案同步到各种装置上 例如手机 电脑 云端 或是另一台NAS中 那每一台装置呢 都可以同步有最新的档案 让工作团队协作上是更加顺畅 那当笔电还有手机等不同的装置 只要在当一装置上修改档案的时候 变更的档案也会自动同步到其他装置之中 那再来一般企业最常用的文件软体 也不外乎是Office、Google Doc这些 而从Qt4.4.1开始 我们可以使用网页版Office直接开启 那并编辑储存于QNAME NAS中的一个 Office文件中 那大大审去将Word文件还有Excel工作表 以及PowerPoint简报从NAS下载回电脑 进行修改很麻烦 让NAS及企业团队工作站 那各式文件以及功能都可以让我们的协同作业是变得更简单 那这边也有一些必要的一个设定需要去注意 像是在Office、Online编辑功能的话是需要取用 MyQNAME Cloud Link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再来像是我们提到NAS的网络储存设备 那最重要当然是安全性 那当然是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我们在NAS上面提供的一些备份机制外 还有相关的APP外 这边也分享一下资料的一个安全的概念 那这边要提的就是备份321 那这边是由美国政府都推荐的一个备份策略 那这边跟大家简述一下备份321 就是三个重点 那在画面上有三个文件 我们都将其命名为复本 那首先第一个是需要把重要的档案copy成三份 那第二呢是需要有两种媒体 例如说NAS或是Google Drive 那第三个是要有一个异地备源 例如说是家里或者是公司 或是台湾或是美国 那上述三个重点 我们可以建议有透过两台NAS 来实现这样一个政府级别的资料备份的策略 那也就是我们的备份321 好那NAS呢作为资料储存一个基地 那就是储存宝贵资料的词叠 对那除了注重备份之外 长时间使用 使用后的一个词叠健康也会随时 随着时间去做递减 那这时有个好帮手就可以透过Ulink 云端的智能词叠健康分析的DHF Analyzer 来进行词叠的一个故障预测 那这边可以及早预测 出即将故障的一个硬碟 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 更即时的一些隐隐的一个策略 来去确保资料不至于于失 那每台NAS可以免费进行一个 磁碟给预测 那更可以付费订阅额外的一个磁碟加强 来去增强防护力 那这边是TS-85EU 那是搭载了Intel八大星的CPU 那它也可以是虚拟工作站或是容器 工作站的一个专业 那这边要提的是Virtualize Station 也就是我们虚拟机工作站 那它是在QNET上 强大的一个Hypervisor的一个软体 那可以给我们打造成本效益的虚拟化应用环境 那可以支援多种作业系统 包括Windows Linux 还有QNET Cloud 那我们可以依照可用的系统资源来去设置 来去执行多部的一个虚拟机 那在右边的是我们的Container Station 也就是容器工作站 那它独家支援的XD还有Docker Cata这些轻量级的一个虚拟化技术 让我们可以在QNET NAS 执行完整的Linux虚拟机 那并有Docker的音像档伺服器 线上市集随选下载 来自全球各地的应用程式 那这边也提供了 全方位NAS自然防护的一些APP 像是QFirewall 还有Mawa Remover 那QFirewall 它是可以保护我们NAS 免于外部的攻击 我们可以自行设定一些规则 包括指定来源地区 或是指定服务的连接部 来源IP位置等 来去允许或拒绝透过网路存取的NAS 那Mawa Remover 它是可以定时扫描我们的NAS 来去检查并下载 最新的A软体的定义档 那当受到攻击的时候 可以及时排除受感染的档案 来去协助提升NAS 在治安上面的一个防护层级 那再来 AboEU它也支援快照功能 那快照Snapshot就像照上一样 可以将任意时间点的一个系统状态 还有资料 记录下来来作为将来还原的一个备份 那相较传统的备份上是使用更少的处存空间 那在当资料回损或是电脑受到加密热索软体威胁的时候 即可利用快照来去迅速还原来确保这种档案是万无一失的 那这边也提供三个步骤来去对抗加密热索软体的威胁 首先是要定期更新 并且使用Mawa Remover的这样的APP来去防范A软体 那再来是要将我们的资料备份到NAS 那去建立到建立快照 那再来是要将我们的快照档案再备份到另外一台NAS 那这边有点就像是我们刚提到的 备份321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再来这边是要提一下我们的一个监控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要提的是我们QBR Pro 还有QBR Elite 那QBR Pro 它是提供了8个内建的一个摄影机频道 让我们可以透过QNAP NAS 来去打造 打造一个视讯的一个管理环境 安全的一个视讯管理环境 那无需要安装任何软体 那企业组织则可以透过购买授权的升级方案 来去扩充摄影机频道数 那这边是QBR Pro 是最高可以支援到60个一个摄影机 来为轻松部署更更宽广还有绵密的一个监控网络 那他QBR Pro 也支援市面上所有 具备标准鱼眼影像的一个网络摄影机 来去提供 QDWARP 的一个通用鱼眼影像还原技术 那可将原始的鱼眼影像周边 扭曲的部分还原成 还原成标准的一个画面比例 那若是想要透过订阅制 而且频道数更多的一个方言的话 这边也可以提供 这边也有 QBR Elite 去做选择 那他可以加购授权扩充制72个频道数 那再来都是可以透过 QBR Pro Client 来去做管理 来去支援跨平台、跨中置 那他也是随时观看 那我们的监控系统都是有统合式的一个操作界面 那就算只有一个荧幕也可以纵观全局 再来监看画面还有回放 都是可以透过一键去切换 那录影画面的时间轴的一个拖拉 也是可以透过一键去操作 那不仅是损失 那是也是非常省力的 那再来我们相容于市面上超过190个品牌 然后超过6000个型号的网络摄影机 那更支援了 On-V Profile S 的开放式的一个网络视频界面 那这边要提的就是我们相容于市面上丰富的网络摄影机 让我们可以轻松架设监控系统 好那在最后呢我们是来看一下我们扩充的一个部分 那S85EU它可以选购丰富的一个扩充设备 也是JBAR的部分 那有USB介面还有SATA介面去选择 那USB JBAR这边有2倍到12倍可以选择 那部分JBAR信号有支援 硬体RAID还有电源的一个倍元 那在SATA JBAR部分也有4倍到16倍去选择 那如果有容量扩充需求的话 这边都是可以参考去做选购的 那在TS85EU它是内建两个PCIe Gen3 by 4的一个插槽 可以扩充我们设计的各式网络相关的扩充卡 那从5G到25G都可以去任均挑选 那除了上述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个配件 在相容性列表中都是可以去做选购的 那在TS85EU它是享有3年的免费产品的硬体保固 那如果需要更长的保固期的话 我们可以购买我们的延长保固方案 那享有最高5年的产品保固期 这样子一个提供超值保障的一个方案 好那最后这张图呢是为大家 recap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台TS85EU 那TS85EU它总共这个系列是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只有单电源TS85EU 还有双电源TS85EU RP 那它是搭载我们Intel Atom C5125的八核心的CPU 那它的PCI擴充槽有两个PCI Gen3x4 来去支援我们的10G 25G的网路卡 那同时也可以支援多台JBAR 来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储存的空间 那再有四个USB 3.2 Gen1的一个Type-A的一个传输簿 那再来呢搭载这个Intel Atom的CPU 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产品是可以 一直供货到2027年这样一个 Long-term的一个产品支援的一个方案 那再来它是支援双系统 预载的是QTS 那也可以依据需求来去切换至QTS Hero 那再来是它是短机箱设计的 那比一般市面上的215机架型的NAS 是还要缩短了将近47% 将近50%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缩减 那是可以去灵活配置在我们办公室 或者是没有机房或是机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它是预装8GB的记忆体 那是两个收定插槽 可以扩充到64GB这样子的一个记忆体容量 那这边就是TS 85EU的一个 介绍 那以上这边就是我们的产品介绍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